请 过了吗 想找啥工作呀 只要能够挣钱 我什么活活都能赶 你有啥手艺 你大哥没得听说吧 我们这个南方的男人 是很有手艺的 什么活都能干 没听说过 你没听说过啊 我真没听说过 那 你来 你坐这 来个事过来 先找点 坐下这 贴上你那苗子 好 好 多大色的添汁 你的地址 地址 带身份证呢 哎呀 身份证我 我 没带 你看你出门咋不带身份证呢 行行行行 加慢点 这二百块钱吧 叫什么 叫什么二百块啊 你不交钱 我咋给你找工作啊 哎 笑话呢 我还没得干活呢 我哪里有钱 我没得带钱啊 你没带 没带你说我哥啥给你找工作吧 哎 哎 你别走 先把这添表这五块钱手机费交了 什么回事 我这我添表怎么还要交五块钱啊 虽然是添表的手机费钱 但你没看往墙上写的呢 咋的啊 咋的啊 听不懂话啊 交钱 手机费 让你交你就交快点交 哎 真是你开玩笑呢 我这个 就 就这么一战法子交五块钱啊 手机费 那你干的啥呀你 让你交你快交得嘞 交钱呢 还没抄交咨询费呢 哎呀 哎呦 早的啊 啊 早的 你小老的要问问你啊 啊 滚 马来的你这 算话 你们真是开玩笑 你们真是开玩笑 用这个事情做 你就怎么待着啊 一直等啊 我自己会找货干的 外面的事情也不少 我这不会这么闲着的 不才有受益嘛 是不是 那你就 想一直在这里待下去啊 看你 看我干什么了 问你 问你怎么安排了 看你怎么责回去 怎么 你要走了 对啊 对了 那个 把你住的那个电话号码告诉一下好不好 我等赶货的地方落实以后 我就通知一下 我都跟你说过了 我在人家家做事情不好打电话的不方便了 人家主人接了会不高兴的 你什么 什么不高兴啊 干吗 根本是的 吃饭的那个钱我付掉了啊 哎呀 要你付钱是吧 我 我这里有钱 我一顿饭钱还是付得起的 这是人家电话号码 你没有及时不要打给我 这是什么东西啊 给你买了一条裤子 这两个抱也一样的嘛 这两个抱也一样的嘛 没有什么事我先走了好吧 你记住啊 没有及时不要给我打哦 好 小姐 我打个电话 长途还是本事的本事 我这是收集 手机也分长途和本事 本事的 好 对不起 你拨掉的用户 没有开机 请您稍后再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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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下呢 看啥 只敢给我们看仨子 你俩看啥了 今天没有生意 你俩要看我 让橘子专门给你俩放 诶 喘迷赛服的我 来来来 过来队一把 来嘛 不来去 不来去 看啥呀 有 有肥猫流浪记吗 肥猫流浪记 那蝶子滑了 你放就就就出的马赛克 有新来的呀 天子 看啥呀 杀手风云啥的 那武打精彩 可刺激的 就是打 这块谁猫啊 那去 看 看去 你个蓝俗民国 老孩子应该产个民菜服 真把你当成民国大兵了 你 你咋说话呢 嫂子 别一口一个民工民工的 民工咋的呀 民工都是农民出身 咱不都是农民出身吗 你三岁的时候 你妈用图了卡给你擦票 你忘了 造成事的没错 咱都是农村出来的 一定要忽经忽安 对着吗 对 别跟我叫嫂 叫大姨 好 女儿子 你咱俩放入香 来 学子 给哥凯瓶啤酒 培哥喝一口 橘子 你去给他妈放出相吧 我在这儿 看啥呢